水部局在首歌期間 有推動大專心會議由農產各位 今年今天向南鳳川 有來自中興大學學生前往主堂 經過將近兩國月的農產生活和體驗調查後 有設計出一頭相當有第四的 市農教育體驗優定 這優定的活動 以提供UK實際的當地有機農業 實際上是農業的經濟 並且可以接到保陸所生產的素材和水果 另外水部局的虛擬實境遊戲 也同樣可以讓UK 來看一看南鳳的滷油經驗 很熱以後底下的空氣一上來 把熱氣推到那邊去 然後它的密度九平地不超過一百個 所以它好像就在室外生活一樣 蔡用UK龍發 是在雞條裡面兩雞 雞能請吃更加安全 剛剛好 你怎麼要有15公斤嗎 15公斤 好 很好 你看 除了了解保陸UK龍發的經營方式 UK也等自己露餐種菜 這可以親自體驗 很好 第一次種嗎 會不會種 會 會喔 怎麼種 先挖個種 然後把菜種下去 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還不錯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東西 我們很希望知道它是怎麼來源 今天來這邊就可以體驗 然後知道這個栽種的方式 油田中 中間都要吃午餐 讓UK自己到菜圈裡面 萬所需也有所顧 仍後由布洛基民 加UK自己來DIY 這是水補救 台傳生輝油農村家園中 在南方布洛 服務的中心台學學生 所設計食農體驗油田 我們想說瞄準親子的客群 然後加上現在食農教育體驗的元素 在裡面 然後他們就是有自然農法的文化在裡面 但是他們沒有非常完整的 跟食農教育相關的遊程 所以我們想說可以幫他們示範一次 然後看看大家的反應 然後以後可以讓社區有一個多的客群 或者是多的方向走 就是有產地到餐桌 然後對部落的積極效益是非常棒的 有成了就是把梅西部落的整個特色 魅力提供給我們來這邊參訪的朋友們 讓他知道我們的文化與生態 是融合在一起的 南方布洛官本土鼓勇 方向的生態景觀主管 今年來大力導入有機農法生產 也漸漸趴出地名堂 目前為他欠快樂就是提供行銷 我想這個是一個基本上就是 小農跟消費者之間能夠 有一個產生一個平台 那我們提供一個非常好的 健康的品質的農業 那城市者呢 城市的人呢 也看到這樣小農的辛苦呢 他也願意分擔小農 他這個辛苦他就來購買 學生表示 尊對部落的確進行設計的遊程 藥水補教開發的虛擬實境體驗遊戏 希望讓部落發展觀光三業 集團來新的元首 也讓他們這次參與 水補教的各位有驚加這個行動 接下來王朝聖柴彭彭彭彭彭彭彭